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监督基隆市政 让基隆更好 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余三发余一座 小军好 宋议员好 韩议员好 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安乐区市议员 余三发 发哥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 宋伟丽 宋一座 小军好 三发 还有我们思域 以及我们民意交响曲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信义区市议员 韩世玉 小军好 发哥好 韩丽姐好 各位电视机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 韩世玉 世玉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关心我们市长 正在推动的友善行人政策 在中山区的德安路复兴路口 到底推动的如何 绿灯走在行人穿越线上 过马路的民众 都有可能遇到 突然汽机车 就从面前快速穿过去 几乎每个路口 行人在绿灯过马路时 就会发生这种行人 和汽机车 也是绿灯交织通行的奇怪 又危险的情况 中山区德安路 以及复兴路 这一个五叉路口 因为临近一个 刚新建完成2000户左右的 大型社区后 交通流量越来越大 行人过马路时 经常和汽机车 一起交织通行 险向还生 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先行会刊和喊话邀请下 重视行人友善安全的 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在看到中家新闻报导后 立刻在最短时间内 安排带着交通处长王震宏 以及警察局交通队长张玉丽 等相关局处官员 陪同议员张炳君 和宋伟丽一起到现场会刊 寻求改善方法 那我们也请交通处一并考量 那我们现在会做一些交通号车的调整 并且请易交在下班兼锋时间过来 协助一下交通指导 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更顺畅 预估等到社区住户真的入住之后 这个五叉路口势必成为中山区 最复杂危险的路口 在市长指示下 现阶段交通处立刻调整 路口红绿灯秒叉 减少人车交织通行的危险状况 并且将协请警方和议交人员 在上下班尖锋时段来协助行人安全过马路 真的就是要安全 因为行人过马路能安全 然后开车能开得安全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而且很有感 我们要请教宋威力送一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后来改善的情况怎样 未来有没有什么要挑战的 我想自从那次会看之后 交通处处长以及我们交通队队长 都有到现场 那研绎的 然后把那个红绿灯 就是有稍微的把它改善一下 那改善之后呢 因为那边的行人穿越道非常的长 因为它路宽嘛 那个路腹也比较大 所以说又五叉路口 所以有时候对于老年人或者幼童 他们讲起来是 一定要用那个绿灯 红绿灯去把它调整秒叉的 因为具体的关系 那现在就是市长在推着友善行人 我觉得我们就用市的市民很可爱 大家都蛮遵守的 尤其因为除了德安路复兴路那边 因为现在车容量真的很大 因为最主要有那个经国学院那边的 上下课的时候 要钻车 然后再加上新成兵如果入住之后 我想年底以前入住那地方绝对是一个交通 非常憧憬的一个地方 但是目前就说以 友善行人穿越到的那个斑马线来讲起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种市民 我刚刚有前提我讲很可爱 像大家都非常的遵守 只要尤其那个骑机车还有开车的 只要看到行人有穿越过去的话 他们都马上会停过来 但现在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像我们四分局那个地方 比如说往安一路要转到西定路那个地方 一个转弯 如果是摩托车的话 可能会有点死角 某个角度 因为有时候车子拥挤的时候 刚刚他斑马线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个转弯这个地方 路幅很短 路幅很短 就如同我有一次 我刚好要往那四分局 中山派所安乐市场里面走的时候 我这样走走走 突然间一部车子 车子他就过来 我先让他走 为什么 他如果在紧急刹车 搞不好 是不是后面那部车会追撞上来 因为路幅太短了 你知道吗 路幅太短了 就是我要踏出的第一步 他也刚好是要转的 所以我干脆就让他先走 我说你先走你先走 结果他被开单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被开单 那是因为我了解 如果说我要是走的 他一定会让我走 但他势必是紧急刹车 因为他才刚刚起步 他刚刚转弯那个地方 因为等红灯 然后绿灯的时候 他刚刚起步 起步我们也知道 一定油门踩下去 那个距离又很短 跟行人穿越到 所以我那时候马上停下来 所以我在想说 既有的地方 很好因为地形的关系 所以说有别于各 别的县市 那当然我就 前提我刚刚有讲 既有的人很可爱 就是都会很遵守 但是偶尔如果遇到 就是说譬如说行人已经 就像我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没有礼让的话 我觉得警务人员或者是 警察人员 他们应该用劝导 尽量用劝导 不要用财阀的 对 因为有时候会有那种突发 因为地形不一样 所以真的就是要因地制宜 要滚动适合出 正对人民友善的政策 那当然对人民友善 这一件事真的很重要 像是成绩转运战 周边就有不少民众在反映 如果通通都是 友善行人空间 那如果有人到了 没有办法接人这一件事情 那该如何解决 所以我们的发哥 是不是有提出什么 不一样的建议去看法 谢谢小剑 那么我确实是有接到一些民众在反映 我们议会曾经实地到 整个转运战去 去勘察过 那确实有一个问题 我想所有政策 大部分都是历届的 这个承接下来的 像我们的中山一路拓宽 我们的火车站 包括现在转运战 都是历届的市长努力下来 大家延续下来 那么我们不可否认 我们上一届在林又昌市长的时候 也把这个转运战也确实 开始动了 也即将完工了 那民众一直在问说 什么时候要开始开放 老实讲 人不是完美的了 我们上一届的规划当中 或许有些地方是不够完美的 所以我们希望谢国长市长 不要急着减彩 不要急着要赶快开放 一定要先把 还需要在大家 多集思广益来讨论之后 整个问题都解决之后 再来开放 我想这是长远之际 我们不记得 只是吃饭都没饭 就像说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前市长林又昌 他当初很劳于构想 就希望说 火车站一出来就是一个广场 就是一个国盟广场 这是民众悠闲休憩的一个广场 很好 不反对 可是现在快完工了 我们去注意一下看 你没有规划到所谓的接送区啊 那 那个转运站的 后方 是整排中山一路 通通在停 未来的公车 是公车 我们现在分两边 一边在南站 另外一边就是要再转运站这里嘛 现在中山一路 整排都在停公车 根本没有办法让你 像从前这样停 计程车或停私人的交车 那我试问 女儿搭车回来 我想去接他 我会在哪边接 因为他红线 我会停接嘛 所以我想 我们最近会跟交通处讨论 也会举办一个会看 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一些调整 不要一味的说 要让他变成一个广场 应该要考虑到 让我们往后 我们要去接送 我们的游客 我们的下车的这个市民的时候 要有一个接送区嘛 所以我希望在部分的地方 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变更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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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修改之后 再来开放使用 才是未来的长久之计 是 那我知道市域是不是也有接到一些民众的反应 就是成绩转运站里面的缺失 或是工程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有蛮多的民众都有反应说 就如同发各所言 就是很希望说要赶快的进行这个开放 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段时间 将近也快要半年了 那所以说这个蛮久的一段时间 那我们很多的市民好朋友们都很期待说 这个工程能够尽早的来准备 等于说完工 那有什么样的缺失 那我是有听到说 就是主要的话是现在目前的话好像 都还没有进行所谓的验收的阶段 那其实有跟市政府有稍微做一些了解 那到底为什么 如果说今天他有报完工 那是不是就要进行所谓的验收 依照法定程序那进行验收 然后验收的话就是到底有哪些缺失 那我们尽数的来去做一个改善 那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发哥有讲到说 我们基隆市其实有很多的工程 那现在目前的话 光是我们信义区这边 就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尚未完工 还有待加强 包含说等等可能会提到的这个 信义轻持管的问题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市民的进水场 在东明路加油站旁边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市立体育场 市民活动中心 我们教宗公园这个土石崩塌的这个问题 等等等 那这些其实非常的多 那其实呢我们是希望说 第一个工程品质一定要好 而且到最后的话 一定是要把缺失改好以后 才能给我们市民朋友们最佳 最优质的一个活动空间 是 就是友善空间这一件事情 不包括是行人 车子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在整顿私有道路上 是不是 我们先请教维利姐好不好 是不是中山区有很多 私有道路坑洞很多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提出这样的建议 因为我们大庆大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你说它是 它是那个属于 属于社区的 的确它是属于社区 因为他们的产权 有 都是属于私人的 但某些也有计划道理 属于室友的 但室友的土地并不多 那么 就是它又是封闭型的 讲是讲 大家一般把社区都讲封闭型 因为属于私产 但是它又没有保全 也没有门禁 所以等于是开放式的 所以你要说它是封闭型 它又不是 但是你说开放型 我觉得倒是像开放型的 所以很多的坑 就是路面 因为久了之后 什么人都可以 它没有门禁 什么车都可以进去 所以变成路面都毁损得非常的快速 那快速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知道每一个社区 管理会都着收费用 并不是收了非常的多 所以说要坐马路 做道路修补的话 他们也是没办法 没有钱 社区没有钱 所以我们在想 我们刚刚跟市域 还有三发议员 我们在私底郊在谈 因为每一区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是不是说能够我们市政府定定一个赤字条例 如果说是既成向道的话 就是说由政府 由政府来就是每年纳管 然后来修整那个道路 要不然真的坑坑道道 那真的是觉得整个路面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而且最主要是没钱 这整顿私有道路这件事情 其实我相信所有市议员都很有感 因为很多道路好像都还不归于市政府 所以就公家来所有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管这件事情 对 我要请教法哥 是不是安乐区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公共道路来讲的话 现在有非常多的道路 譬如说像我们现在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道路人的黄昏市场 黄昏市场 那个土地出现也都是私人的 但最出名的就是莫过于壮观台北社区 它整个那么好几千户的社区里面 那些道路都是私人的 但是以这个来讲的话 属于公共 它有公共地益权 你已经有提供公共使用20年了 所以照理讲 市政府应该来修一下地方自治法 或者是说请中央来在立法里面做一些修法 让我们这边更好观点 当你有开放给 不是你单一社区自己在私人使用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有提供给公共使用的话 就应该公家的基金 公家的这个经费 就可以来进行维修保护 那我想也有成功的案例 你看壮观台北这个社区也曾经 只要市长愿意啊 他也是 他也是那个 对不对 那边选票有 现在就修好了吗 修好了 修好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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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愿意嘛 对不对 还是一样因为你并没有栏杆弄下来嘛 市政府是不是应该针对这个公民线去修订说 你如果有提供公共使用 照理讲就不能够 对不对 除非你把它征缩回来 不然既然都已经公共使用了 不应该老是用这个理由说 你这次私人土地说我不可以帮你铺 你已经有公共第一权 提供公共使用 可以开红单耶 可以双路灯了耶 不行啦 为什么不能铺 不能啦 不能开红单耶 我告诉你 我刚整那两个地方都已经早就早就要开红单了 对不对 你也是私人土地啊 也是私人土地啊 所以你已经有提供公共第一权了嘛 你已经提供公共使用了啊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就是说 希望我们市政府 我们新的市府团队 在这方面能够针 针对我们基隆的需求 因为基隆真的有很多这种地形 基隆的平地本来就不多了嘛 难得的地方就是说 赶快把它立下来 就是说 如果有提供公共使用的话 就不能因为是私人土地的名义 而没有办法去用公共的钱去 公家的钱去帮他做维修整 维护 那民众显得安全在哪里 你知道 私人像我遇到一个 我们明昏工厂嘛 法舍像那里 我陈旧就跟他争取过啊 我说你这里又张又烂又破 张乱的一大堆了 然后他回了一句话 你如果要要求这么多 我把路奉钱不借大家用 那你怎么跟他要求下去 不敢再要求啦 对不对 所以人家土地 让你们大家通行已经很好了 你还要人家维护保养 所以我们应该我们的市府 应该针对这个问题去讨论 有哪些土地属于私人土地 可是无偿公用有大家使用 你还要人家替你保养好 给民众使用吗 应该市府要在这个法方面 去做一些突破 我想他一定有一定的法规 是不是需要说私人 每一个住 就是说私有产权的人写同意书 如果写同意书的话 应该 继承向道的基本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条路进去至少要涉及三户 第二个就是说 你提供公共使用至少20年以上 第三个是最难的 就是 土地所有权的人要同意 但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同意 因为我不同意的话 我可以随时见你不见你是我的事 我如果同意你以后 就永远是被你们的道路 虽然地主是我 可是永远是大家在用的土地 不是我的 所以很多这个马路 没有变成继承向道 就是因为这一条 中央台北市一样 我地主不同意捐出来 我可以见你们用 可是我不同意捐出来 自己的土地占要给过来把人 对不对 所以 要他签这个同意书 可能难度会比较高 就是希望说我们市府在针对说 实际上他有公共第一卷 他真的有在提供你公共使用 你就不要设限在说 因为这是私人 所以我不能去帮你铺设 我想这一点应该 市府团队应该做个讨论 而且我们 明年选出来新的立委 我们不管是谁 希望也能够针对这一点在立委 你替我们争取一下 是 那听说还有一个 麦青路转运战 如果真的争取成功的话 可以解决一些安乐趣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又要回到原点 我想 早在大概 大概在十年前吧 大概十年前吧 我们就已经有提过所谓 麦青路转运战这个构想 这个地点在哪里 就是我们那个 从前有一个叫新天地餐厅 那个复兴天下社区 麦青路上面 有一个加油站 那个 洪洞天下社区 它的对面 以前的一个参加过新天地 在那个对面 那你有一片山 你蛮出名叫做 矿坑洋漏路 那个矿坑那个地方 那一块地方之前就 已经提案过了 在前前任市长之前就提过说 希望在那边设一个转运站 那我向各位大概介绍那片土地 它有好几万坪 从前是矿坑 它是属于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里面大部分是国有地 那为什么我们提到那个地方 因为那一个土地的那个使用区分 就是属于交通用地 属于交通用地 那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你看我们的长庚医院附近 那么多的车次 严重不足的后车空间跟载客空间 所以有那么多五八八门 我们市通八达的那个交通运输 有成绩的有室内的车辆在用 所以我们很明显的 长庚商区这个地方的那个交通运能 已经出现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如果这个地方 它是属于公有的土地 它有属于交通用地 如果这个地方可以再恢复启动 因为被这两届的市长 已经把这件事情 已经搁置了大概八年了 我们希望这一件能够重启 让这个转运站能够有重生的机会 为什么 这块土地好几万坪 我们你看台北的转运站 它有好几个地方 它不是只有一个转运站 我们基隆也可以 如果在麦金路再设一个转运站 我们可以把整个安乐区的人 你们 你可以骑车到转运站来 楼上可以设停车场啊 它可以坐多公里的大楼啊 你可以坐停车场啊 你也可以 那个做 比如说我们这些台北的 既然市集都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那大家都来的时候 你可以在交通工地 你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 去设一个大卖场嘛 我刚刚也提到说 安乐区 没有一个大卖场 不要说安乐区 市区都没有一个大卖场 基隆人好可怜啊 好希望有一个大卖场啊 所以我希望 这个好几万坪的里面 你要设个几千坪的大卖场 不成问题 甚至于 多工人设施上面 你还可以设置很多的 比如说 像我们新的果菜市场 也可以转到这边做 现代化啊 多工人化 我们那天 议会去台中去参观过别人的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优质的一个一个市场啊 如果能够把这边盖起来的话 我们果菜市场才能够牵过来啊 那果菜市场那块用地 再来善加利用啊 所以 我很希望把这块土地 市府要多多努力 我想我跟韦力姐 我们也会办一个会刊 我们请市政府 来重视这块土地 像 我们的国有财产署 还有交通部 还有我们的市政府 里面有一些工业的土地 土地取得没问题 只是 其实有没有先要去规划 那如果中央在我们的前市长 现在已经去当内政部长了啊 如果有一个有一个部长来帮我们 帮我们基隆来争取的话 那我想这个成功的机会会更高 是可以看到就是 翼座很用心在地方啊 就是为地方来争取一下 刚刚说的这个麦金路的转运站 这一件事情我还第一次知道 原来那块地是我们的交通用地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我们基隆市第一座室内儿童游乐园启用咯 因为就是基隆经常下雨 那户外可以跑的地方真的很少 但如果不下雨当然就很多适合 但是下雨的话 这里就很适合给孩子放电 那一般亲子馆的话 他当然也是很好的 只是说小孩子放电的场域不是很适合 因为里面不能跑步 基隆的孩子 就是专有的一个场域跟场所 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地方是室内的 所以一年全天后可以开放 我们希望孩子在玩的时候 基本上大人都应该要在这个场域 来尽量地陪伴 请不要把小孩放在这边 然后跑到信义市场买菜 把小孩放空 然后回来再看我的小孩在不在 这样子不可以 我们有一个入园的规定 来服务的我们最可爱的儿童 所以他是跨世代的共融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特教学生 跟我们一般的孩子们 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毫无隔阂的共融 玩在一起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教育 可以看到我们的市府啊 就是从政策公共设施做起 让家长很安心 可以育儿友善这一件事情做好做满 我们要请教市域 其实信义区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空间 那你是不是有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或者是还有哪里需要改善 像我在讲这个之前的话 像刚刚那个私有道路的部分 我也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在那个立法上面的话 其实我们本身的话是有一个法源 但是这个的话已经一直以来都没有用了 就是所谓的基隆市的建筑管理自治条例里面的 他在第六条项目 第五跟第六条项目里面他有讲到 就是有关于说我们可能有 这个所谓的现有向道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可以由市府来召开一个 所谓的现有向道的这个平易的这个销组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认为说市府一直以来都没有去做这一块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去推动 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刚刚有讲到说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污水下水道法 那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法规 像他们一些四大管线的话 他们在进行所谓的这个等于说埋设的话 那他们一般跑铺的话 他们是不用所谓的经过地主 或者是他们是利用所谓的采用公告的方式 比如说超过30天 那可能我们是不是未来市政府 可以往这个方面去 来去做一个研究法律的这个部分 那我把这个问题再拉回来 我们这个信义亲子管 不是这个我们的那个现在的信义区公所 五楼的这个儿童的这个活动空间 那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市长 那就是之前的话有答应说 我们这个市民朋友们 那的确他也做到了 那但是呢 现在目前的话 除了掌声以外的话 我们还是要给予其他的一些建议 那就是有关于说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信义亲子管 那他的这个我们信义的这个区公所楼上五楼的亲子活动空间 第一个标示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需要稍微的做一个改善 因为有蛮多的可能其他区的家长们有在反映说 希望说他的标示的话再更明显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有关于说这个 这个像我们的他现在是以这个身高来去做这个入场的这个条件 那希望说他未来的话是不是在这个 在这个身高如果超过的这个小孩这个小朋友的话 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信义亲子管 就是市立医院那边的亲子管 那是不是可以加以的一个做一个辅助 或是加以的这个让他的不足的地方 那把它补足 那让呢我们更多的这个亲子跟这个所谓的长辈的一个空间呢 可以有更多 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就会涉及到我们很多空间活化的部分 那包含说其实这个市政府也一直很关心说 那包含说我们在座的一座都很关心说 像救生澳国小啊 那像基隆的这个积税庄啊 那以及呢像东明东信 那以及呢我们基隆市有很多地方的老旧宿舍啊 那甚至于说我们社区 这个可能封闭型社区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开放型的社区 他有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化的一些空间 那可以再利用的 我觉得未来的话是不是可以朝向这个方式 那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亲子空间 那可以所谓的社区化 而且呢所谓的邻里化 而且大家可以走出来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 所谓的亲子友善空间 是亲子友善空间真的各区都很需要 我知道中山区有一个地方很需要 我理解 我们刚才师底下聊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 刚刚师育在讲说 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友善的空间 给予我们这些亲子 就是说互动啊 我觉得是蛮好的 那么我们中山也希望说 七个区都能够有设立一个亲子馆 亲子游乐设施 那么我们中山区呢 大概就在大庆大城有个活动中心 那个空间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可以 就是如果说要做亲子馆 有两百坪 我今天还打电话去问里长 我说那大概几坪 他说两百坪 两百坪是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 孩子的油漆东西 其实并不贵 室内有油漆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画龙点睛 但是能够活化整个 不管社区啊或者或者人文啊 或者是对啊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会拉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构想还不错 所以我们中山区呢 也可以在大庆大城那边 有一个两百坪的地 是对就是要活化空间 对 那还有就是赋予这个老旧地方新生命 像安乐区就有个石泉亭公园 我们要请教发哥 好那个石泉亭公园 我想我跟韦丽姐当初也都一直在努力 在议长任务的时候 一直在努力在这个方面 当初这个公园 为什么叫石泉亭公园 就是这个讲 我们那个讲东正 他从前在那边看到风景看下去 石泉亭美就这样称为石泉亭公园 所以是一个蛮有故事的地方 那么当初我们一直让市政府建议 市政府一直说这是一个小型公园 所以一直没有去琢磨 那好不容易我们再跟当时韦丽姐当议长的时候 我们一起争取 那时候东平西凑了两年 将近三年凑到了三百万 先把它附一个蛮不错的空间 那最近这几天 各位如果经过安一路 那个仁爱之家的那个红绿在那边 大家注意看 要往陈越大陆那个地方 现在种了八株樱花吧 后续也会再种 我也希望把那个地方打造石子 一个一个 以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园 当然问题来了 很多民众问我说 这样都改来改去改了 后来为什么游泳设施没有了 那我向各位报告 因为我的脸书 我的line有好几个民众跟我说 公园弄得很漂亮 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游泳设施 我向各位报告 因为当初的市长认为说 不要这些罐头邮据 所以就把那些从前装的那些 老旧的那些邮据 通通拆掉了 但是不能只有拆没有装嘛 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争取 我向各位报告有好消息 希望我们前市长 现在的内政部长 要帮忙协助 因为我们已经争取到了 一笔九百多万 将近千万的经费 要把这个公园再做改造 那到时候如果改造之后 就像刚刚两位议员所讲的 我们就希望多一些 亲子游乐空间 多一些安全的设施 那么敬请大家期待 最近正在种那些花 把那个花类 接下来 再给我们时间 甚至于停车空间 或者是说一些美化 一些种植 儿童游乐空间 我们都在努力当中 近千万的这个预算 即将进驻 谢谢大家给我们机会努力 谢谢 你这样可以看到我们的安乐区 也有一个新的公园景点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到那里去休息一下 这样也是更友善的居住环境 那我相信市域这边其实在赋予空地 或老旧房屋新生命当中 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本身的话我们东信路 像我们东信路那边的话 有一个本来是老旧的那个警察宿舍 在86的对面 86的对面 就是那个在东桥那边 东信东民的交口 东信路258巷 它那边有一家那个东桥便当的隔壁 那那个时候我跟吴明达吴理长 那也感谢说我们这个市政府的帮忙 那谢谢我们就是小爱爸爸的帮忙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公园 现在已经对你说恢复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的话就是说本来是一个荒芜 然后而且就是有一个铁壁屋 然后呢里面都常常都会堆一些垃圾 垃圾 对那现在的话整个都改变了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蛮好的 那但是呢就是可能当地的话 对于这个停车空间的这个需求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我刚刚有讲说空间火化的部分 但除了说我们的亲职啊 或者是长者的活动空间以外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上面 如同我们这个发哥所讲的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应该要去做一个融合 那包含说我们在深澳坑那边的话 也有一个它在基盛工的旁边 在深澳坑都168巷 那那个地方本来是空地也是 算是一个小公园 因为它本来空地是旁边有一个檳榔滩 然后那个檳榔滩已经很久都没有人家用 那所以变成说整体的话就是 常常会有人乱丢垃圾 那现在目前的话整个把它已经 等于说算是活化好了 但是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些新的生命上去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也要请市政府来 多加的一个探讨跟研究 就是要市民跟我们的市府一起来努力 打造我们更优质的生活空间 那民众很在意的事情就是录屏 灯要亮 那要带大家来看看 有一座灯有一盏灯不亮 但是却有两个单位 互相在厘清到底是谁要负责 一块的关系 中山区通话里长徐立林 向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反映 中山二路李明会堂附近 编号W28号路灯不亮的问题 宋伟丽特立办理会刊 邀请基隆港务分公司 和航港局两个单位人员 到中山二路现场查看 两个单位人员互相争执 更意外扯出该由谁维护修理的问题 因为当年分家时财产清测不清楚 导致现在的全责不清 没有人想要维护修理一个路灯的灯泡 全署单位到底是谁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港务分公司 以及航港局 结果两个单位 那时候两个都推诿 说不是他们全署单位 结果后来我今天就办了这会刊 今天会刊最主要是 黎一清所有所谓的港副内 港部外的财产管辖 最大的收获就是 航港局跟港务分公司 他们一下午要到现场去盘点 然后去责任的归属 那未来呢 我们就可以向有关单位 全署单位 我们可以跟他们讲说 我们的路不平啊或者灯不亮 这些吧他们就会来修复了 宋伟丽指出因为当年划分成 基隆港务分公司和航港局 两个单位时 只简单以港部内和港部外的土地 作为两个单位的全责划分 并没有在路灯这方面 有完整清楚的财产清测 才造成现在这种全责不分的状况 幸好两个单位约好 将再重新盘点造册 区分好相关全责问题 不知道到底区分好了没有 我请教委理解 是这样子 原先的没有什么航港局 也没有 就是没有航港局 那只有港务局嘛 后来港务局因为后来又民营化了 然后就变成航港局是分出来的 那分出来之后呢 那他这边的清测 该谁负责的港府用地外 跟港府用地内 应该要等财产要分清楚嘛 那当初好像是 那天终于理清楚了啦 那个港务分公司 他把清测带着 然后下午的时候 就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我等于在做个仲裁者 我说你们总是要有一个单位嘛 那到底是来农去卖是怎么样 最主要就是财产本来是港务局嘛 然后分出去之后应该要 财产清测要给港 那个航港局 结果也没给他们你知道吗 没有交代清楚 等于他们之间 等于也不是说没交代清楚 就是那时候财产没有分得很明 那所以说变成 就是里长刚申请说 说路灯快掉那么久了 要不然那边对民众通行者都很不便嘛 那他们都就是变有一种互推的 就是说这是他负责他负责 最主要拆产那时候没有分清楚 现在分清楚了应该是OK了 就解决了 那边的路灯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不然当时你很想自己去修 是是是我当时我心里在想 就只不过是一个路灯嘛 要不然我请一个 请一个那个那个 比如说那个 水电工 水电工 对啊去弄 但是又公务门的东西 我们又不行 对啊我那时候就很火你知道吗 我打电话 不过这是我们我们那天在在线刊的时候 就是说两个单位在线刊之前 我就有跟他们把这事情 大家先大约知道怎么样状况 是还有很火大的是不是 有建议做栏杆在外幕山 结果他并没有有预期的效果 好我想去年去年就是上一届的时候 我们我最后一次定期大会 因为我从去年就是等于我一上任 我一直很注重外幕山那个地方 海星找永会那个地方的栏杆 因为我经常去嘛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海星找永会对不对 在这里在这里 这边都有个楼梯 这边我大概弄的不清楚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报废的楼梯 他这边就用一个黄色那个 黄色警示带 把他外围这地方 就用黄色警示带 就是禁止通行 但这个不去报废掉 然后让他这些报废物就摆在这地方 这是栏杆 旧的栏杆 好我们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旧的 旧的 到目前还会有 还会有这样的生铁的栏杆 还是存在 已经柱掉了 柱掉了 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原有的栏杆 很好笑的 我们大家如果有空去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地方 这是新的栏杆 又是用生铁做的 用生铁 明明知道这个海 在基隆的海洋 都会嫌丝比较重 所以说你一定要用 stainless的材质 或者用 能够预防腐蚀的那种材质 结果不是 又用生铁 然后像已经生锈了 这才新做的 然后更可笑的是 这是新做的 这是旧的 旧的居然都没有拆掉 让它住在那地方 你知道多 让我们整个 所谓的风景区 十大风景区之一 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真的很 很糟糕耶 怎么糟糕法 我会觉得 让我们整个视觉 那种感觉 就是很不舒服 然后再来就是 那边经常有游客 到那边去游泳 尤其现在夏天到了 万一不剩 那些生锈的一些生铁 那些 你看看 这些 就是等于废弃物了 居然没有把它重新改造 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蛮可惜的 总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想 希望呼吁我们市政府 尽快处理 再来就是 那时候大概是 什么行销客 你看我们整个公厕那地方的 一个遮阳的 一个防护网 防阳网 我称之为防阳网 破烂不堪 多久了 你知道吗 也是我一再呼吁的 结果都没有去 我觉得 现在换市长了 希望现在的市 现在市长 能够注重 我们这个风景区 因为真的是 每个人去到那边 就说我们基隆 真的是有个美丽的海岸线 真的太棒了 尤其外木山的地方 人群夏天的时候人好多 你看 就破破烂烂的 破破烂烂的 好 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 当初都是用那个生铁去弄的 所以都腐蚀 都生锈 我觉得我们宁缺无赖 做任何的工程 不管基础 就是说地方的基础建设也好 呼吁我们 我们现在的新政府 也就是我们小爱爸爸 希望一定要要求品质 一定要要求品质 要不然就是浪费工堂 因为你经常品质不好 你去修 除了老民之外 而且是浪费工堂 我们宁缺无赖 一次把它做好 让我们这个有爱的城市 让人家觉得我们又有亮点 那不是很好吗 就是要有亮点 然后关注地方 发展 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大五人森林公园 发哥这边是不是也强烈监督中 大五人森林林公园 其实跟刚刚我们韦丽姐在讲的 万物山这个同样道理 因为基隆老师讲真的经验不多 好不容易当初你看那是许家丽市长的时代 在我们开始争取的这个步道 大家开始使用之后 陆陆续续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整理 可是竟然没想到这几年竟然出现了 刚刚韦丽姐所讲的这些离谱的事件 那个海星游泳池那个地方 这么多人在使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应该希望我们新任的市长要好好的重视 但是这种整修 其实我要回到讲到 现在要讲的这个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 希望我们新的市府要能够把所谓的 当初讲的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 这件事情要记在心上 就像我在上一届 罪有事会起的罪有事发言 我也讲了要把这些东西给延续 包括五人森淹水整治的问题 都要一起延续下去 不能没有 所以我这次的议会 我也要开始在监督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市政府当天 叫我们去参与那个检采的时候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第一期的完工 那不就是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在建议 这个篮球场破了 围里破了 地面破了 篮球架坏了 儿童又又失失老旧了 我们希望你把它翻新 把它整个改变改造弄一弄 我们建议那么多次 市府一直没有回应 直到后来他说 开始动工的时候 这个就是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的第一期 不过是把老公园 老运动场 老篮球场把那个翻新而已嘛 什么叫 那这好几千万的规划备 拿去哪里了 不是要规划一个森林运动公园吗 那现在呢 怎么把一个旧的游乐场翻新 就叫森林运动公园 那我们那些几千万的规划备 我们要的是一个 当初画得好漂亮 好大的一个森林运动公园 又有停车场又有清水区 又有登山步道 又有什么好多好多 我真的莫不暇己 好羡慕 那时候市长要准备竞选连任的时候 提出这个证件 我们好期待 结果在他卸任之前 我们终于看到第一期 就是把篮球场翻新 加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第一期 好那我们现在隐归正传 希望说 各位跟我一起在议会 我们继续绝基隆市政府 当初花了几千万 要去规划森林运动公园 好规划过了 那后续怎么样呢 那也没想到没想到 当初也讲了 棒球长都要哭吊鱼 五轮西整治 不是我们 现在前两天新闻才报吗 现在每个市民平均一出生 就负债27万 对不对 因为有前瞻计划在嘛 当初蔡总统来基隆我们讲的时候 五连西淹水没关系 钱不够 钱燃出 无上限 就是要用 规划要把我们整个棒球场 全部翻修掉 我好高兴说 这样以后做志宏池之后 棒球场拆掉之后 我们会有个新的棒球场 我还一直要求林市长说 以后要做成能够职棒等级的 让以后职棒可以进来我们这里 要翻修的话就干脆做一次了嘛 而且我还希望 那个志宏池下面可以把这些 这些水在过滤之后做成 那个游泳池 因为整个大五轮地区的人很期盼 有游泳池嘛 我们也期盼有这个 这个停车场等等啦 那么为什么这些期待到现在后来 听说不错啦 所以我希望说 谢谢县市长现在接任之后 希望把这些我们期待的东西 能够即使它中断了 我们再把它衔接回来啦 不要说只有在选举的时候讲一讲 大家真的很期待很需要啊 很希望啊 我们很期待你赶快把我们做志宏池 因为当初 总统跟行政长多来啊 钱不是问题 钱瞻出嘛 棒球场要做志宏池嘛 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拜托我们的市长 跟我们现在去当内政部长的 两个连锁起来 帮基隆人完成这个事情 大五轮期不能再淹啦 短期我们已经把它整治的 已经暂时没有淹水了 可是中长期还是要做啊 你不能直接要跳到长期的 长期要一二十年的事情 要做一个那个节水坝 要一二十年的事情 所以中期计划还是要继续推下去啦 不要因为卸任了 他被屁股走了 这个案子就没了 那基隆人还是人心猛猛在怕怕淹水啊 所以 刚刚讲的外幕山这个 不能只这样做表面做一半 做一个 那个该 该撤除的不撤 该装的随便装 那我们的大五轮森林荣公园 也不能随便把一个篮球场翻新之后 就称为是大五轮森林荣公园的第一起 把几千万的故意就这样不见了 因为他把项目说的比较漂亮 对 但是我们期待的是真的 真的有大五轮森林荣公园啊 我们期待是真的有那个 绑球场智庸死啊 我们的百姓多可怜啊 对 所以 对啊 现在再次期待 我们的身体运动公园继续推下去 五轮森中期整治计划推下去 我们一起呐喊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对 就是要一直监督我们的市政 让基隆越来越好 那市域呢 信义区是不是也有你很关注的工程 有像本身的话像蛮多的 像比如说市民活动中心 那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公车处也在 我们市民活动中心这边 那未来的话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公车处 他未来的话可以 就是等于说回到我们的中正路上面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市民活动中心 可以变成说是 算是我们信义区的第二运动中心 那因为说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体育馆的话也是老旧的 非常的厉害 因为也是十几 不不止好几十年的一个工程了 那是不是像我们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田径场 然后还有很多像网球场的部分 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篮球场 然后等于说室内的一些 运动的空间活动的空间 等等等 那不然说刚刚讲到的亲子馆 那很多的工程其实就是 主要还是有蛮多的 第一个漏水的问题 缺失的问题 甚至于还有什么诉讼的问题 这些等等等的问题 那我是期待说新的政府 那当然说前朝的部分的话 如果说有涉及到这个司法的问题的话 那是前朝他们 包括说他们处长 或者是我们部长 以及这个相关的人等 那他们要去处理的 那我是希望说工程能够尽快的完成 然后呢品质上面的话是 一定要是最好的 然后给市民是最好的 然后最理想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这样才是对的 是就是要为民谋佛 我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韦力姐 他在那个回旋塔 就是我们要去太平七鸟的那个回旋塔 他其实地方有在反应 我们来听听地方行声 机动市议员宋伟利 邀请市政府公务处和产发处等相关单位人员 以及中山区中心里长李靖发和第一警社区管委会等人到大船路港回车塔进行会刊 因为管委会反应在出入口的地方每逢下雨排水沟就会溢满水到路面上 另外里长则指出回车塔里面的墙面也账物不堪 宋伟利都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紧速改善 他们的出入口这地方每逢大雨的时候都会有水溢出来溢到路面上 然后溢到路面上之后他们的那个停车场也都会淹到水 因为停车场里面比较低洼 那我今天请下水到客来现场来看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间部分可能有堵塞的状况 那应该不是因为水水味乱窜的原因 那所以说他们在进行内会到现场来改善 要求我们公有建筑客 希望他们能够照以前的往例 能够清洗我们这个回转道的墙面 因为它的清鸟的成立之后 因为来往车辆非常的多 那外线市如果进入这个回转道的话 会感觉到说很干净 觉得说整个墙面都是无悔 所以说希望公有建筑客 能够紧速派员来这边清洗 市政府相关单位也同意尽快用水柱 冲洗水沟内的杂物减少堆积 造成溢水的情况 也同意今年内将回车塔里面的墙面 冲洗干净恢复美观和整洁 我刚刚知道这是算是社区的 但是因为开放给大家用 我们要去太平青鸟也都是走那一条 我想太平青鸟像外线市的超多的 礼拜六 礼拜天都会往这条路走 那走的同时呢 就车辆多的话 路面损坏快 然后 然后基隆又是潮湿的天气 又经常下雨 那刚今天裸肉 然后墙面呢 因为废弃嘛 在防空洞 在这个隧道里面 然后废弃很多 然后就排放废弃 没地方排的时候 墙壁上面就衣服那个 觉得黑 就是都污 不美观 对 不美观 所以我在想说 我那天办会刊的最主要原因 是希望市政府 因为他每年 以前在还没有 新冠状疫情的时候 他们每年都会派人去清洗 可是已经两年没有去清洗了 所以要求市政府 就说到那边去清洗 那次旅长也受到蛮大的压力 你知道吗 对啊 就来我服务处 因为它是开放给很多民众 对 开放给非常多的民众使用 对 好 那就是关注地方议题 我们剩下最后三分钟 我们先请法哥跟大家分享 就呼吁一下 有没有要市府做更好 好 接下来我刚刚 我想我刚已经讲到所谓的五轮西整治 跟五轮森林荣公园这些都是 因为我刚讲过一个重点就是说 所有的建设都是历届里长 历届的市长 大家陆陆续续这样延续下来的 那么现在我要趁着再呼吁我们 那个协议市府 当初我跟我们的林市长提到说 希望从七堵收费站 国道3号七堵收费站 开一条路到万里 市长在议会接受我三次的质问 他三次都回答同样一个答案就说 刚光想起来就不可能 经历太庞大绝对不可能 但我只希望说不要只有 新北万里 这个他们那边再关心 基隆也要表达我们强烈的意愿啊 这样两边合作起来才会有 那现在我所听到最新的进展 现在已经道路规划好了 准备要做了 七堵要开到万里 我在万里争取到的这个建设 受到当地的立委认同之后 他们已经开始做 现在已经有眉目了 接下来就开始要找钱了 如果整个规划都过了 准备要做了 希望基隆市政府跟我一样 去官宣去重视去表达 我们也愿意 我很希望我愿意嫁给你 不要说不关我的事 当初那个在议会 我想大家都有听到 我在讲这个时候 市长就说光想都知道不可能 那个经费太棒大了 可是这条路现在 七堵搜尾站 国山七堵搜尾站通道万里 经过我们的有类马林 已经有进展了 所以希望我们新市府 继续往这个努力 谢谢 期待期待可以疏解我们 基隆积极123路 这庸色的问题 那市域呢 本身的话是有几块 就是说那个像 未来新市府团队的话 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不要就是 像以前这样子 就是以图片仅供参考 这样子 像给我们一些规划的东西 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 如同刚刚讲的 那个大五轮第一席公园一样 现实是非常骨感 我觉得这个是不希望的 那当然未来的话 希望说像我们这个 这个深奥坑 新医区这边的话 可不可以再多一个 所谓的交流道 然后来疏解这个 校东路的这个 这个车流量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希望说 新市府团队就是 以前的话 本市 也有在提的部分 那有蛮多的地方 都是需要去做一个改变的 那也是如同说 历届的市长 以及历届的各议员 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义雄把这个市政 推动得更好 是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 带大家来关心地方 听在地的声音 相信我们金融会 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 请不吝点赞